好 上一个视频我们用到了小种加芝芝末 做了一个芝芝末版本的大铜奶 今天我们用茶盐同款的CTC的西南红茶 加牛奶加爱护做一款鲜奶版的大铜奶 首先我们撑取25克的特条西南红茶 备用 水 老规矩一定要烧开 一定是开水 如果做大铜奶的鲜奶版 我个人推荐用CTC茶叶会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CTC茶叶它跟鲜奶的融合度更高 CTC茶叶它伟单的延续性更高 然后我们准备600毫升的开水 加入25克的CTC茶叶 搅拌一下 盖上盖子计时8分钟 然后4分钟到了以后 搅拌一下增加水跟茶叶的一个接触面 这样茶叶更浓厚 时间到了以后 这一次可以先把韩国的油油砂糖倒入底下 将热茶叶过滤到凉杯中 可以先搅拌一下 让细砂糖至溶解 一瓶一升的纯牛奶 搞里头 这可是灵魂 100毫升的爱护咖啡奶 搞里头 加入375克的冰块 搅拌至冰块 完全溶解 如果想茶香味更浓的 也可以把泡茶的时间往后面拉长 注意这里做鲜奶茶的时候冰块一定一定要搅化 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的一个浓郁度才会更浓 更饱满 奶香才会更持久 如果觉得这个味道不够重的 爱护咖啡奶 再怼一点 你想要的味道就出来了 然后还有一点 所有的大同奶建议 建议一下 它的大同奶的保质期 最好是在冷藏条件下 保持4个小时左右 4个小时以后呢 不是说不可以用 是因为大同奶放久 因为我们已经把糖已经放进去了 如果放太久的话 大同奶容易尾端反酸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别有些小伙伴舍不得这些浪费这些成本 把大同奶放久了 会导致尾端的糖会有反酸的现象的出现 好 这个我们用风口机来操作一下 这个做法就很简单了 来准备一个500毫升的杯子 老拼块 堆满 大同奶的奶底 直接给它加满 不要加它太满 一杯口大概9分满就可以了 来看 9分满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奶底放到风口机上面 分完以后 你看啊 可以直接这样水克摇匀 就可以不用自己再用那个水克杯去摇了 好 我来给你们喝一下 看味道怎么样啊 哇 很新鲜 鲜感很足 甜度 也可以 也适中 当然有一些人 小伙伴觉得茶香味如果弱了 我们可以把泡茶的时间拉长或者是适当的可以增加一下泡茶的比例啊 啊 好喝 一学废了吗